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2024年3月19日美国多么事件 现在是晚上事件 今天白天的时候 这个压住事件白天的时候 这个金正恩在平壤的媒体报道的 说金正恩监督了新型中程高潮硬素 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成功测试 说在该国西北部的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这次测试 朝中社说新型中程高潮硬素 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地面喷漆实验 具有另外的战略价值 朝中社还补充说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 这种武器系统的军事战略价值 与洲际弹的导弹一样重要 这是怎么回事 说平壤最新宣布这一消息的前一天 朝鲜说金正监督了设计新装备的超大型多管火箭发射器的演习 重点是做摧毁敌人首度的充分准备 并且测试技术更先进的固体燃料导弹 一直是金正的一个关键项目 朝鲜去年深圳 他们已经成功测试了其第一枚固体燃料洲际弹的导弹 说称其为朝鲜核反击能力的关键突破 这是目前朝鲜最大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那边 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今天是测试的是固体燃料发动机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 它的不是中级导弹 是中程的高超音速 但是属于高超音速 但是固体燃料发动机 说到这火箭燃料的时候 那个姚成那个特务 他说他们之前 拿火箭燃料煮火锅 他也不怕毒死 你说吹牛逼就吹到这地步 真的吗神经 哎呦好像 所以你说这 插了一句话 就是那么特务 吹牛逼都露线了 这里头啊 他要展现的一个啥 你看 就这个和这个之前的洲际弹的导弹区别是啥 第一他要传递的 这是固体燃料的 第二是高超音速 中程 中程就是可能就是5000公里左右的 新型的 像美国 是吧 像西方 传递一个重要信号 他们可以做高超音速 中程弹道导弹 固体 固体燃料 发动机 意思是他们的技术 又一步升级了 因为这个固体燃料 是啥呢 就是不需要 在涉事间 不需要灌装 因为它是 意思意味着是可以携带的 到处可以带着 到处跑的 因为液体燃料的话 它这个 这个反击能力 反应速度就没这么快 固体燃料 反应速度快 是吧 随时可以回击 这 在这个时候 它向西方传递一个重要信号 是吧 意思是说 随时 如果面临第一轮打击 它可以随时 我再把你们弄死 就是 我死之前 我死之后 我还可以 让所有的万箭启发 对着你们 这个 这个 设程范围之内 对着去 是不是这个逻辑 你怎么看 齐鲁先生 你怎么看 我觉得 这个 首先 这啥模式 大家 所有世人都知道 这个跟朝鲜 其实没多大关系 它作为 中共和 中俄的这种 这种口径 来 来把这件事情 说出来 给中国自己留点 转换余地 另外一方面 就是 降低 这个 中国 直接 尤其是中共 直接 直接说出口的 这种威胁度 那不能冲我来 那金正恩 说的 跟我没关系 大傻子都知了 金正恩 哪呢 手挫固体火箭 而且他这个威胁的 实际上 比较明确 就是说 我就有这个突防能力 首先固体火箭 就不需要加注 我就可能反应 时间就几分钟 然后就是说 这个高超因素 高超因素 你就防不住 对吧 或者说很难防 意思就是说 这个 其实是对 他的这种状态的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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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状态升级的一种回应 就是 您别叫嚣啊 我这可有杀手锏啊 说白了 就这个意思 但是呢 这个跟 跟俄罗斯的 这个 一直以来的这种 核讹诈和叫嚣 其实也很像啊 就是你 你越多的拿这种 最后最终的手段 这种终极手段出来 就代表你前面的 越不胜啥 说白了 这个百分之百是 中共下的指令 去把这个 给我量一量 给我说一说 然后呢 所以说这里边 你就能看出来 中共其实很怂 你知道吗 就是危险 它都不敢 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 诺德 这个固体燃料啊 它是准备时间短 然后呢 然后可以随机发动 可以移动的 海上发动 所以这就是 固体燃料的一个优势 固体燃料 发动机呢 和液体燃料发动机的 一个区别 因为固体燃料 这点火 引发的 燃料的燃烧 方式不一样 并且发动机啊 这个构造上啊 难度比较大 是吧 还有一点 就是固体燃料 发动机啊 它这个 产生高超音速 难度也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个 它要悬要的是 让我们 气可以 固体 随意 随便都可以发射 并且 还可以 高超音速 可以打到你的 这中程嘛 他说中程 然后那里 关岛啊 夏威夷啊 这些地方啊 你放不住 是不是 中程导弹的话 它一寸 甚至可以做巡航 是吧 巡航导弹 所以呢 这个 毫无疑问啊 这就是一个 刚才 秦荣事业说的 对 就是一个战略威胁 威慑 是不是 因为他有导弹了 他第一次说 弹头的话 我给你带盒就带盒 不带盒就不带盒 想带盒就带盒 想不带盒就不带盒 是吧 这就是回应 接下来的紧张局势 这个紧张局势 意思是 中共 是吧 朝鲜就是中共 养的一条狗嘛 说白了 就是向西方展现 这个你们不要动啊 乱来 你只能 中俄打你们 你们要回应 你们要回回手 反手 那这里啊 朝鲜就给你干 是不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以 但你北约 想部署军队 进入 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有的地方啊 是威胁恐吓 让他直接投降 慢慢的把美国的这个啊 而这有建立的国际秩序 给你 彻底击溃 他去他就这逻辑 俄罗斯 你怎么看啊 对 而且实际上 他也 目前为止 到现在确实也是一步一步 照这个实施了 顶着这个 说白了 就是耍流氓 这个 所谓 这个 可 他推行的 不遵守秩序者 不遵守秩序者 带来一个什么呢 就成本低嘛 对吧 他可以为所欲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里边有很多事情 人家不能干 他就能干 所以说白了 他就占了占了这个便宜 但是我是想说这种 就是 不会有人 这个一直坐视这个事情 让他发展下去 就是你 你西方自由世界 他确实是有 他迟滞的地方和 比较难推进的 但是多面从这个 比如说一开始 以色列遭到攻击的 这种美国的反应速度 他是非常快的 之所以这个 现在呢 还属于这个 也是互相校正的一个阶段 就是他没有 没有到他那个 美国实际上 实施打击的这个地步 所以他还有 这个叫嚣的空间 就是把这个 可以讹诈的东西拿出来 另外我就是想说 你看俄罗斯和讹诈 都是这个普京亲自发话 中共你连这种 这种讹诈的这个 你连吓唬人都不敢自己说 你说你怂成什么样 推着一个这个金胖子 到前台 这个大将军亲自指导 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 他懂个六发动机 就是这种 黑色幽默你知道吧 就是明显的谎言 全世界都知道 然后中共的这个 这个消息息躲在背后 你看你看我可没说 我这事跟我没关系 你们美国不可以出 对我中共不利的这个政策 你要敢出的话 我就我就 就是还是拿这个全世界 这个这个习共 拿全世界那是打啥子手 所以这个就就就就怎么说呢 就还是 这是为人不齿的一种 一种情形 还有头一天啊 就是昨天 这个金正还监督了 多管火箭发射器的演习 说是一个新装备的 超大型的 还有视频出来 说做摧毁敌人首都的充分准备 就是敌人就是说 韩国啊 韩国首都充分准备 这个视频我也看了 但是他依然带着 他的这个女儿 来监督 视察 多管火箭发射器 这个就是 意思是 这个打得比较远 这个 可以打至少一百多公里吧 就跟那个美国的 这个哈马斯那个一样 这个 因为这种东西 它比较难防啊 这种多管火箭发射器 它不像那个导弹 是不是 火箭嘛 直接就跟那个炮弹一样 但是呢 想表现啥 这也是一个讹诈 说白了 就是 在这 在这种 就是告诉你 我们这有 多管火箭发射器 你别来 对我们来啊 对北朝鲜 不要对中俄 如果敢 那个 反正 他直接用这个火箭 你防不住 就是你防不住 意思就是意思啊 就是 常规你也防不住 然后呢 这个导弹 你也防不住 你怎么办啊 导弹来打你这个美军基地 这个火箭来就打 火箭就摧毁 韩国的首都 他吃裸裸的这种威胁 你觉得这个美国能 美韩能被他 瞎住吗 你分享一下 我觉得 他从直接从军事上 肯定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 而且他 这些流氓国家 他使用的就是这种 一直在说 他叫败事有余的 这种策略 就是我就用这种 廉价低成板 然后你没法防 就是从 成板和效率上 你根本合不上的 这种手段 就有点类似病毒 这种 我极低的成本 造成你极其大的损害 这样的招数 但是呢 这个 如果 紧从军事上讲 人家肯定是 你不这个火箭阵地位 有啥防不住的 对吧 那我 我一个突袭给你 给你腾平了 让你 这个或者说其他的 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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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种兵的手段 给你 这些武力给你缴械了 或者给你破坏了 人家也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但是呢 这里边就涉及 军事层面以外的 就是他的这种讹诈 他就有可能会起到 这个 就像这个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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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内部的这些 比如说辞啊 评估啊 立法啊 一系列的这种 这种需要考量 这个成本的 方面 他可能会 递一些工具 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说 我想弄你 那太简单了 但是你 我把这个 你将要付出的代价 往这摆 可能我就可以给 递到很多 比如说这些游说 游说者之类的 你这个他们这么干 这个责任你付得起吗 那不如我们就退一步吧 他有可能有这种 这个这个政治层面的这种影响 路德 反正啊 不管怎么样 这个 他越是啊 这种 威胁 这 他觉得啊 西方啊 这个美国会吃这一套啊 我是觉得不可能啊 美韩一定不可能 是吧 这个 到一定时候 你像那个 就像法国一样 是吧 进军 进军乌克兰 部署 不可能 时候到了 他一定会出手的 现在只不过 时机还没到啊 时机没到 嗯 他越是这样 挑啊 这个西方才不怕 来说吧 你像国部之前 天天嘛 挑司法部 照样给抓就抓 是不是啊 是不是吗 啊 挑SEC 是不是啊 别人就不吃 那就看 这个苍蝇不丁无缝的弹 实际上他现在这些 所有这些行政 只能提供一些弹缝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当然我肯定是 可以不吃了 但是他你说他怎么办 他明知道自己如果 全从实力上讲 他是没有任何机会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放这种 所谓的狠话 或者是拿出这种 所谓的讹诈 那你每一条拿出来 都是对人家亡国灭种的 这种威胁 说白了 这个这个 从理智上讲 人家不会有任何人接受 而且我就算看死你 我也不可能接受 你这样的威胁 对吧 因为不可能有好结果 所以说我倒是觉得 他其他的这种 这种目的和这个 这个就是 去去去怂恿绥静的 这种这种作用 可能会起到一些 不得 好的 谢谢青龙先生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